雖然這個禮拜的母親節 感覺有點傷心一點 不管是股災 又是疫情的升溫 但是這兩天 股東 看起來這個消息 能不能讓你開心一點點 這是鴻海的股東 鴻海的股東會 在召開之前 發放了股東會的通知書 這通知書不要亂丟 這次這封通知書是有用的 那說要讓大家透過通知書 可以跟鴻海玩遊戲 而且玩遊戲讓你抽大獎 大方送你抽股票 抽零零五六股票 抽鴻海的股票 哇 這麼好 但還有很多所謂的優惠活動 到底股東可以樂翻天嗎 拿到這張股東會的通知書 真的就是一個入場門票嗎 齊芬姐 好 沒有錯 就是說大家過去應該是像是巴菲特 股東會是很熱門的 大家都想擠進去 那現在鴻海股東會會不會變成另外一個熱門 我們也來期待一下 那我是覺得說鴻海的話 他把股東會變成一個股東購物節 這個想法 我覺得是真的是蠻聰明的 因為股東會不是說讓股東來參加股東會 然後也許要質疑說 這個我為什麼股票是賺錢來賠錢 不讓你來就是 但是沒有關係 最重要是你要到我的網站上來買東西 但是我會給你優惠 第一這樣講 疫情不要來了 疫情你來我很麻煩 我的整間飯店要包下來 幾個人才在一間房間 然後視訊會議 你乾脆在家裡開就好了 你就透過股東會的這個通知書 那直接連上網 然後投票就好了 不一定要來現場 當然股價不是那麼漂亮 你也不用來現場罵我啦 這樣是這樣 對 我覺得最重要是他把股東變成他的消費者 這招真的蠻聰明 他的股東有多少人 你知道因為整個集團 大概旗下十六家公司 兩百多萬人 所以這次的話 就是說當大家收到這個股東會的開會通知 單的時候 記得上面會有個QR Code 那你去掃一下這個QR Code 就會加就連到一個網站 那這個網站是什麼網站 就叫可購樂網站 那其實就是鴻海旗下的一個 算是電子購物網站 電商的購物網站 那當然這次的話 不只是鴻海的股東 可以享受到這個好處 是鴻海的所有的旗下 十六家公司的股東都可以享受 所以總共是兩百一十萬的股東 都可以來參加這樣子的一個活動 但是要怎麼玩呢 對 很簡單 就像我們剛剛說的 你先連到這個網站之後 然後加入變成他的會員 那你加入他的會員之後 其實你馬上就享受到一個好康 因為他會先送你一千六百八十塊的現金券 直接就先送一千六百八十元 一個折價券 就是說你就馬上感受到好康 那當然接下來的話 就是你去買這個一些相關的產品 就可以有折扣 特別類似像夏普的產品 他可能會給你幾張這個夏普的優惠券 然後另外來講 像現在很夯的這個電動車 Gogoro 對不對 他還可以折價 不過呢 好像大家感覺折的不是太多 他是九七折 九七折也太少了吧 我當然知道Gogoro好像這個定價都蠻硬的啦 但是既然跟鴻海有這種合作 而且拿出那麼好的這個條件 說要當禮物 九七折會不會有點盪生 波姐 其實Gogoro他是沒有這個折扣的 所以你看九七折以他目前的車價 大概都在九萬十萬 一臺大概你可以折到三千塊 如果你再搭配有些信用卡 這個買東西 他大概會有現金回饋 大概三趴左右來看的話 其實你買一臺Gogoro 你大概可以省五千塊 可以啊 所以我覺得其實不差啦 只是說大家會覺得說 如果折扣力道再大一點 那當然對股東來講就比較好 是這樣子 好啦那當然可以利用信用卡的優惠 這一點這個波姐教大家 因為他剛剛才買了一臺 太早買了 重點齊文姐 抽股票耶 這才比較特別一點吧 是當然就是說他還鼓勵大家 天天要來我這個網站報到 所以如果你常來報到的話 就可以擠點 那你擠點的話呢 其實就將來就累積點數之後呢 將來大家就有機會來抽一些的這個現金 或是包括空耗股票 或甚至大家也很喜歡買的這個0056 那當然了 其中他還有再提供一個遊戲 就是讓大家天天上來玩這個大盤猜猜樂 就是說你大家可以來試著看看猜說明天台股是會漲還是會跌 這樣子 對然後你就是猜中的話 可能就會給你一個基點之類的 那其實這個部分的話也是增加大家後 每天都可以上來這個網站逛一逛的這個 這個電商行銷手法還蠻聰明的 剛好又跟股市有搭 你每天都上來 反正你是有紅海股票的人 一定也是關注股市的人 那上來天天報導 然後天天猜一下明天的漲跌 如何猜中多送你這個獎金紀念幣 然後可以拿來抽獎 甚至呢是不是真的可以抽到股票 這次有抽0056 還有抽紅海的股票了 好 講到紅海的股票 下個禮拜 紅海的法說會要登場囉 法說會要登場之前 這幾天看到紅海股價 還蠻抗跌的 出現逆勢抗跌走高 還記得臺股這個禮拜 跟著美國股市在跌嗎 續跌嗎 為什麼這種大型龍頭股 居然可以不跌還反漲呢 今天股價的表現也很抗跌 臺股跌三四百點這麼多 他只有小跌 請教一堂上臺來 到底法說會行情 已經在啟動了嗎 這幾天外資一直買紅海 之前都沒看他這麼積極過 這次連續買了五天以上 他在這裡押寶什麼 沒有錯 蠻特別的 因為大型股大部分外資 在過去這段時間都是賣超 紅海就開始轉賣 那我們先看 是不是投資價值有浮現 如果以他的進值來看 九十九塊六跟股價 其實相去不遠 那今年配五塊二 殖利率五趴 如果以大型股來說 算不錯了 五個百分比算不錯 那再來以今年的EPS 來預估 應該跟去年差不多持平 大概就是EPS十塊 一個股本 所以本益比大約十倍左右 第一個你從殖利率 從本益比來看 我覺得以目前的價位 一零四一百塊出頭 都還算是不算貴 如果以這種指標來看 去年賺十塊一個股本 如果換算現在一百塊 剛好本益比就是十倍 就是十倍 所以他本益比算不錯的 我覺得算低了啦 算很低了 一個龍頭股來講 這樣算很低了 但是也有人講說 這比較下來更明顯 就是聯發科現在算一算 去年賺的跟他現在股價 這八百塊來算 也是本益比十倍左右 所以真的一筆下來 真的寧願買紅海 不要買聯發科 也不是這麼說 但是如果兩個要我挑現在 我覺得買紅海是比較安全 等一下我會帶到 因為可能聯發科的產業面 甚至IC設計 最近的波動比較高 那手機市場上的變化 我覺得影響比較高 碰到手機的就話差了 對對對 等一下我們就會談到 那紅海以前是專做手機的 他現在要轉型了 他現在要轉型 因為紅海的轉型 我為什麼說他的投資價值有浮現 他在應該是兩年前就談到 所謂三加三的一個轉型 就是三個技術 AI 半導體 新世代通訊 就是我們講的5G 6G 低軌道衛星都一樣 他瞄準的是三大產業 電動車 數位健康跟機器人 那我覺得這一塊電動車是 應該是更主要 更有機會見到開花結果 所以剛剛凱明也談 就是說過去紅海當然就是代工 你說手機代工 iPhone就想到紅海 他是屬於第一例代工的 獲利模式 但是過去 但未來他預估到2025年 這個紅海的轉型就有機會見到成效 所以我會覺得說 他是具備有一個期待性的一個條件 再來就是說 如果再回到股價的一個操作面的本身來看 紅海的位階其實相對真的非常的低 他的十年限的位置是在90元 90塊錢 對 十年限就是我們講 真的是一個長線大底的 就像台股的十年限現在是在萬點 所以紅海的十年限是在90元 現在剛好差距這十幾塊錢而已 對 就十塊錢 所以會覺得我現在的註解就是說 再跌的空間他有限 所以我覺得買他相對來說是比較安全 對 但是從買法怎麼做呢 因為這幾天我們看到是外資 進來反而逆勢加碼紅海 所以墊高他的股價了 他已經從之前一百塊 甚至有在前幾天跌破一百 九十九塊七 那時候沒買現在是不是很歐 很可惜 你看一下彈高五塊錢 這種龍頭股可以在這種行情當中 彈五塊 但是漲到一百零五塊 漲到一百零四塊 不要忘了前高 一百零八 一百零七 壓力又來了 以這種區間來看 這種波浪的表現來看 紅海可以抓得出來一個高低點的投資 切入點時機嗎 我覺得可以 我們再拉稍微長一點 差不多 一般來講 我因為我剛剛講九十年是十年限 當然他會不會到我不知道 但是如果以目前來看大約我會抓一百元 這個整數關卡 差不多就是這一波的一個下檔支撐區 因為你大概把這幾次低點畫出來 大概就是到一百元這整數關卡 看起來就直跌回文 那我覺得現在不用去追喔 如果以上檔的壓力來看 大約啦 我抓大概一一零差不多 就這個區間很狹小 你可以逢回做分批的方式承接 我覺得這是可以的 好下個禮拜四吧 就是法說會 但是法說會這一個禮拜之前 就已經先漲到一百零四一百零五 所以在法說會前後的操作 我們怎麼做 我會建議說 如果你期待他的一個法說行情的話 下週其實是可以進場 先布局一部分 你覺得他會這次會說好嗎 絕對會說好 可是四月份的營收報告不好啊 沒錯 因為第一個四五六百就淡季 再來第二個中國大陸的封城 所以我覺得他的營收的下滑 算是市場的預期之中 而且為什麼說壓寶法說會的行情 因為法說我覺得最重要一點 他要談的就是我們要講的電動車 因為他一定會談到電動車的一些布局啊 甚至展望等等 所以他會引惡揚善 說好的說多一點好的 原來他的法說會多半是如此 對上週會公司開法說 不然剛好要開法說 對講不好的 股東聽著又難過 或者等等之類 就是他有點想做多了嗎 我覺得心態絕對是做多 而且你看在過去這一陣子來 鴻海在電動車的一些布局啊 行銷上面 其實花了非常大的一個精力 十年磨一件 有人說就是今年開始看到成果 差不多了 怎麼看 因為第一個 鴻海來說靠電動車翻身 我覺得是可以攜帶 因為電動車當中的一些零組件 底盤整車代工製造 他的附加價值很高 大概平均來說 這些產品大概二十到三十Percent 那過去鴻海代工 平均的這個毛利率 就大概六趴 七趴 差不多就這樣子 所以二毛利率 我覺得未來來講 有機會提高到雙位數 靠電動車 第一點 靠整車 所以以後看鴻海 我們可以不要再談到 他是低毛利率 他不是蘋果手機概念 他可能是Apple Car 也許對對對 或者其他品牌電動車的代工都是 然後第二點就是我剛剛談到 為什麼我說聯發哥跟鴻海現在選 我會比較傾向於鴻海 因為智慧型手機的成長區塊 我相信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大家都知道 那聯發哥最主要的晶片 就是手機晶片 是佔他營收最大宗的 所以相對鴻海來說 他現在是要往電動車更積極的佈局 那電動車市場是剛要爆發成長而已 如果以一些法人的一些媒體機構的預估資料 到2030年電動車市場的年複合成長率 有28% 這非常高的 所以你去想鴻海如果逐漸把這些手機 低毛利率的代工的這些佔比沒有拉那麼高的話 電動車的營收慢慢提高的話 對他來講我覺得是一家在成長轉型的公司 最後 鴻海的一個看法 因為在日前就有提出來Model C 就是應該是傳聞百萬有找 是 這是鴻海的車 不是那個特斯拉的那種 什麼Model Model 換Model T 預計 預計是今年10月18要預購 那今年預購2023下半年要交貨 那我看法是這樣 如果在這一次年底的預購的這個數量是不錯 可能大家想要買鴻海的電動車 這個可能對股價來說 我覺得是一個重要的轉型 他會不會在價格的設定上有他的戰略地位 因為他是以低價的電動車要來主打一個一炮而紅 但是大家會對於電動車的概念都好像特斯拉都是好幾百萬以上 他居然推一個一百萬以下的那到底定位在哪 我覺得應該算是叫國民電動車 因為你現在在市面上看到電動車就是一百多已經算很便宜了 所以都要兩三百起跳 所以如果他能接近在一百甚至一百有找的話 我覺得大家的接受度就會提高 但他的目標是臺灣嗎 還是別的地方 我覺得臺灣只是他的一個先行的一個市場而已 當然目標是全球的電動車上 而且Model C不僅是要自己的品牌 甚至是說幫其他的品牌 剛剛談到Apple Car 他的代工 零組件 組裝等等 其實對他的營運來說 我覺得就充滿想像的空間 好 謝謝一堂高 大家 郭董或劉董 就是有這種厲害之處 他可以把價格弄得很親民 然後再發揮他這個到處談生意的一個技巧跟效果 所以紅海集團 紅海的王國 的確很壯大 就是如此 當然看起來這次從股東的角度來說 希望也讓股東開心來參加股東會 但是的確講到 現在進入到第二季的問題 不管是全球股災的壓力 疫情再起的風險 甚至包括中國大陸的封控措施 都持續 衝擊影響 是我們老百姓的生活壓力都很大 現在整個百頁都有陷入到衰退的風險 跟壓力 說威脅在降落之中 最近這個降落 降落不是很紅嗎 現在連威脅都在降落 天上掉下來的不是禮物 待會告訴你 馬上回來